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更远的历史去跳吧 想更深的思想去追溯 是谁踏出了中国考古学 闭路蓝旅的第一步 中国第一次以考古学的方法 开始了对史前文化的探索 满天星斗的史前文明 又是如何百川入海 万古奔流 静静收看百年考古大发现第一集 考古学的开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型考古历史文化类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都是我们节目组面向社会招募的考古的爱好者 首先欢迎各位的到来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 我们考古公开课 特别制作了百年考古大发现系列节目 我们会同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专家学者 共同梳理百年中国考古史 临选出了若干重大的项目 我们将从本期节目开始 在这个舞台上为大家一一地呈现 两千多年前 司马迁写史记 记载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 他的 就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 一直负责至今 但伟大的司马迁可能没有想到 两千多年后 我们发明了一种叫做考古学的时光机 他带领着我们向大地的最深处去追寻 向历史的最远处去眺望 考古学书写了一个民族的秘识 好 下面我们就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 我们掌声有请赵老师上场 欢迎赵老师 欢迎赵老师 赵老师你看啊 前面我们说了 2021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百年纪念 我们都很想知道吧 考古学对我们来说到底它意味着什么 或者说的直白一点吧 这个考古到底有什么用 考古学是研究历史的 那么就是对历史的解读 这个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我们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要自立于世界之邻 我们就要了解我们是怎么来的 才理解我们今天的现在 那么才可以揣测 估计或者是展望我们的未来 这是考古学对我们更大的现实的意义 赵老师 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样一个词 叫碧露蓝绿 遗起山林 一向伟大事业的开端总是充满了艰辛 那么在一百年前 可以说中国是个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 这么一个旧中国 考古学是如何诞生的呢 考古学本来是产生于西方的一个学问 它之所以传播到中国来 被中国的学术界所接受 并且还不断地发展它 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为此我们准备了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的名字 大家请看大屏幕 考古学的开端 考古学是产生于西方的学问 传到中国来 它是有个过程 被中国学术界所接受 它也有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 有代表性的世界 也就是田野考古项目来体现出来的 所以百年考古大发现 我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项目是 杨绍森一致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进化论传入国内 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大众所接受 1911年的辛亥革命 不仅给中国带来政体的改变 更快乐了思想的震动 中国的知识分子 逐渐有了一个普遍的故事 要想更好地认识世界 融入世界 要想获取新知识 要向地下去寻找答案 1921年 位于黄河岸边的河南省缅池县 养韶村 来了一位瑞典地质学家 安特生 他在养韶村 发现了一个史前遗址 并进行了考古发掘 安特生在养韶的收获与思考 使他命名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 养韶文化 养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由此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 那么 一百年前 安特生在养韶村发现了什么 这次考古发掘 又改变了什么呢 好 下面我们请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从事养韶文化遗址 考古发掘的李新伟老师 我们请李老师 为我们讲述养韶村遗址 大家好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新伟 今天我要向大家讲述的是 养韶遗址发现和发掘的故事 养韶遗址的发现呢 是由瑞典的学者 安特生由他发现的 安特生是瑞典的著名的地质学家 和考古学家 但他当时的身份呢 是我们中国政府农商部的雇员 他的任务呢 主要是为中国寻找矿产资源 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我们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 早期的科研机构 叫中央地质调查所 他是这个调查所的研究人员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就是 寻找古生物的化石 古生物化石呢 其实在中国的民间 也特别受到重视 在中国的传统医药里面呢 认为这些古生物的化石 是很重要的药材 被称作龙骨 安特生就发信让传教士呢 询问有没有龙骨发现 当时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呢 遍布中国的很多地方 他的回信呢 得到了在玉西传教的 玛利亚女士的回应 他获得了关于玉西有龙骨的信息 这样安特生呢 就开始对玉西的关注 在1920年的秋天 安特生就派他的助手 叫刘长生 到玉西呢 做一次比较详细的调查 刘长生呢 可以说是不如使命 他在玉西调查以后 获得了古生物化石的信息 同时呢 还收集到了几百件的精致的石器 包括很精致的魔光的石斧 回来以后呢 他就告诉安特生 很多的石器 是在缅池县 一个叫养勺村的地方发现的 这样养勺就进入到了 安特生的视野里面 安特生认为这些石器的发现 是非常重要的 他可能证明 中国有石器时代的文化 中国呢 以前还没有 关于史前文化的任何的线索 甚至当时很多的人提出来 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 中国文化 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所以安特生呢 就在第二年的开春以后 在1921年的4月18号 他就亲自来到了缅池 来到了养勺村 当时安特生 来到养勺村的样子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貌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黄土 高原的一种典型的地貌 沟壑纵横 对于我们考古学研究来说呢 就能形成很好的自然的泡面 在这个泡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自然的堆积 还有人类文化的堆积 在这个很厚的文化层里 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就发现了石器 但是同时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就是彩桃 当时对于中国的彩桃 没有任何的先例 这样的发现 让安特生有些吃惊 在他看来 这样精致的彩桃应该是历史时期的 很晚的产物 不可能跟石器这样的 史前时代的遗物放在一起 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些困惑 这个遗址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 也算是机缘巧合 他回到北京以后 到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里面 就看到了图书馆新构进的 安诺遗址的考古报告 这个遗址是在中亚的 土库曼斯坦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这个遗址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彩桃 安特生一看到这样的发现 非常的兴奋 让他意识到 养勺遗址的彩桃 很可能也是新石器时代的 很可能跟中亚的彩桃 还有某种联系 这一下子就让养勺遗址重要性 陡然提升 他认识到养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 这样就有了养勺遗址的发觉 这个发觉发生在1921年的10月27号 这张照片显示的 就是当时参加发觉的一些人员 包括当地的村民 还有安特生边上的那位考古学家 袁富里先生 他参加这次发觉 是主要负责对整个地貌的测量 也负责跟中国政府的联系 安特生的发觉 有了中国政府的许可 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 免持政府的大力的支持 这次发觉发现了 像淘气就包括小口尖地瓶 这样的小口尖地瓶都很破碎 安特生当时很好地推测出了 这样一个特殊的气形 这样的小口尖地瓶 原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是在河里面打水用的 但是现在新的研究认为 这个很可能是酿酒用的 当时已经可以用小米或者用黄年米酿出酒 这是养勺最有特征的器物之一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发现 就是非常著名的彩陶 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当时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彩陶 主要是属于养勺文化中期 我们叫庙地沟时期的彩陶 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养勺文化晚期 这两个阶段的彩陶 这个就是安特生在养勺遗址发现的彩陶 主要的构图元素是一种弧线三角 大家看最下面的这件彩陶膊上的图案 是由一个弧边三角形加一条弧线 加一个圆点组成的一个一个的 二方连续的图案 是典型的妙地沟人表现飞鸟的形象 空白的区域又像一个勾起的鱼嘴的形状 实际呢 这个图像表现的就是 飞鸟在鱼的身体里面的一种化生 鱼的身体中有鸟的形象 这样的转生化生的概念 很可能在养勺时代 已经出现 这一件是典型的妙地沟类型的取腐盆 因为它的腹部是有一个弧度的 这件取腐盆上 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花瓣纹 这个是大家熟知的叫做妙地沟之花的这样的非常精美的花瓣纹 但其实这样的花瓣纹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弧线三角加一个圆点 这是一个鸟的形象 这个弧线三角再加上这个圆点也是鸟的形象 其实是群鸟在天空齐飞的那样的一种场面 然后他们妙地沟人很艺术的把这样的景象表现出来 来达到这样一个花瓣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一件彩头上有沟湖加圆点表现的鸟 还有这样的向下的沟湖纹加上圆点纹 其实也是表现的是鸟纹 养勺中期的妙地沟的这些艺术家们 他们有非常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绘制彩桃的技术也是非常的娴熟 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发现两件完全相同的妙地沟的彩桃 都是艺术家的个人的表达 妙地沟的彩桃真正的是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根据这些发现 安特生就提出了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把所有的这些发现命名为养勺文化 安特生命名的养勺文化是中国第一个史前的考古学文化 以后所有的中国各地发现的类似的 有这样的小口尖地瓶 有这样的彩桃的图案 所有的类似的这些文化遗物就都被归入到养勺文化里面 安特生根据他的发现 还有根据他对中亚地区的史前遗址的认识 提出了一个中国文化的西来说 他列举了一些中国的养勺的彩桃 跟中亚的安诺遗址的相似性 还有跟更西部的在黑海沿岸的 有一个叫特里波利文化的彩桃的相似性 通过这些相似性呢 他提出中国的彩桃文化可能是西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样的相似性肯定并不说明 我们的彩桃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比养勺文化更早的彩桃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清楚的彩桃发展 演变的这样的一个顺序 我们还能够非常确凿地证实 甘肃的彩桃是河南的彩桃 陕西的彩桃发展过去的 现在据这次发掘过去了一百年 百年回首养勺遗址的发掘 会发现它具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 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的标志 养勺遗址的发掘 是我们中国第一次 以考古学的技术方法和理论 开始了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探索 有了养勺文化的确立 极大的激发了中国学者的考古工作的开展 在这个之后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 自己的考古科研的机构 就是中央研究院下面的石余所 当时石余所的所长是傅思年先生 他有一个口号就是要上穷必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就是要开展大量的考古工作 用考古工作来证明我们中国文化的起源 从1921年养勺的第一次发掘以后 养勺遗址又进行了新的三次的发掘 现在呢也进入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的一个100年 我们也期待在新的100年里面 中国考古学能够为我们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 提供更多新的资料和新的认识 我对养勺遗址的讲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林老师精彩的讲述 通过您的这番讲述 大家对这个养勺遗址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为什么中国考古学的开端要从这次考古算起 其实考古学在西方发生 一般的说法是1850年前后 但是实际上一些西方的传教士也好 一些学者也好 在19世纪的末期就已经在中国从事考古了 而我们单把安特生的工作挑出来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 背后还有这样一个背景的原因 其实中国社会求变在这之前也就有了 到了新文化运动 到了五四运动 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潮流 那么在民主与科学这个精神的感召下 我们一些年轻的史学家 顾吉刚先生为代表 其实还有钱玄彤啊 有胡适啊 这样年轻的一批史学家 他就重新整理我们传统的历史体系 结果他们整理下来发现 特别是在上古时期 三皇五帝这一套 早以为中国人熟知了几千年的历史体系 结果是一些不太牢靠 不太扎实的传说材料构建起来 这个体系就不可靠 那么他们的工作 把中国的传统历史体系 特别是上古时体系 给摧毁掉了 有破就得有利 那么怎么利呢 因为构建它的史料 已经不可靠 被证明不可靠 我们没有新的材料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 安特生以他的考古学的方法 那么发现了中国新世纪 属于新世纪时代存在的古代文化 他还说 新世纪时代晚期的文化 和中国以后的文化看起来有联系 因为在养尚存的发掘里面 发现了三足的顶 这个顶 这可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在夏昌州三代的时候 这最重要的国之重器 这样呢 就一下子给中国的学术界一起发 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学的手段 通过运用考古学的方法 来重建中国国代史 真正引起中国学术界反响的 被中国学术界接受的 是安特生的这项工作为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面 我们把安特生的工作 作为中国考古学开端的代表 林老师 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养勺村遗址 新一轮的考古发掘 准备要解决什么问题 或者您本人有些什么期待呢 养勺遗址 这是一个面积 几十万平方米的遗址 我们发掘的面积很小 很有限 我们也希望通过新的发掘 真正能够了解 它的整个的 我们叫聚落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它有没有房子 房子是怎么样分布的 有没有像其他遗址一样 有中心的广场 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 是怎么样的 我们很期待这样的新发现 甚至也可能会有墓葬 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资料 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等级的情况 好 听了这么久 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问题 可以和两位老师做一个交流 小时候我在课本里学到过 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文盆 它的介绍是说 是陕西出土的养勺文化的代表 可是刚才李老师提到 养勺文化的遗址在河南 我就想说 为什么陕西出土的文物 是养勺文化的代表 我们命名一个考古学文化呢 总是以第一次发现 这种文化特征的遗址命名的 因为我们在养勺发现了 所以我们就命名它为养勺文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养勺文化就只在养勺所在的地区存在 养勺文化分布范围非常广 几乎可以覆盖整个的黄土高原地区 西面可以到天水 北面都几乎可以到核桃地区 南面甚至都可以分布到南洋盆地的地区 是一个很大范围的文化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如果我们说养勺村遗址 指的是一个点 对 但是养勺文化那就不是一个点 对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说很大的一个范围 谢谢林老师 老师您好 今年是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 也是我们建党百年 回溯百年 这两个重大 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都发生在了1921年 我想请问一下 如何从历史的偶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 来理解这个问题 两个事件都发生在1921年 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事件 其实这背后 也的确有着一些深刻的联系 1842年南京桥约签订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的满清政府 把中国一步一步地带入了 半人民地 半封建的深渊 以至于我们再沦落到一个谷底 一些人人志士开始思索变革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就把这种变革 推向到成为了一个社会的潮流 在这种大潮的里边 有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它成为中国近代史 现代史上面最重要的事件 那么考古学呢 当然不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相提并论 但是考古学的产生 你看也是在五四运动 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也是在一种球变的历史潮流下边 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 我个人以为他们是有联系的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答 刚才我们说这个养烧遗址 是在瑞典人主持下的考古发掘 那么由中国人自己独立主持的 可以说第一个考古发掘项目 究竟是哪一个呢 张老师 这正是我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 第二个项目 请看大屏幕 西阴村遗址 西阴村遗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阴村遗址 西阴村遗址可能观众朋友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它却在中国的考古史上非常重要 是这样吧 赵老师 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呢 是李济先生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学者 完全主持的中国境内的第一项考古工作 所以这件事情在中国考古学史上 也是应该大书特殊的 说意义重大 是吧 李济先生在发掘过程中 对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 如何落实到中国的这块水头里面 他做了很好的开拓性的工作 李济先生呢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啊也提到了这个西阴村遗址出土的典型的器物 就是那个半个残碱的标本 这个半个残碱意义是非常的重大 很巧最近呢有一个考古发掘是吉林大学 也是在山西南部的师村遗址 他们发现了用陶座的残的模型 还有一件呢是用骨头雕刻的一个 这个是双踝树遗址发现的残的一个形象 而且这个残的形象很生动 看出它的身体的一个形态 其实呢对于中国的跟残有关的发现呢 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北方有一个文化叫做新龙蛙文化 它的年代呢比养勺还要早 它是距今八千年到七千年左右的一个文化 在新龙蛙文化的遗址里 我们就发现用玉做的 有特别像残的形象 对于残的认识应该说起源很早 在坡部有一个双踪遗址 它的年代也比养勺文化要早 也是距今七千多年 在遗址里面发现了很多陶碗 在这个陶碗的底部呢 刻画了很多的图像 其中有一个图像很有意思 画了一条残 然后残还吐出了网 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形象 为什么关注残呢 就是中国的中国人 其实很早地关注了很多昆虫 包括像残的这种神奇的生理生命过程 残可以逐渐地退化 然后又节俭 还能破茧而出 语化飞升 这样的一种转化的能力 可能让人看了很神奇 他们就形成了对这样的能力的一种信仰 如果你披了这样一块丝绸 你可能就会具有像残一样的 蜕变的语化的能力 这样你在跟神灵沟通的时候 就需要这样的帮助 好 感谢两位老师的解答 请李老师稍事休息 我们广告回来见 赵老师 我想说到考古 它绝不仅仅是发掘遗址 或者研究一些谈谈罐罐 重要的我觉得它应该是研究我们人类的自身 人类的终极之问 第一个就应该是我从哪里来 我这个说法您同意吗 肯定是这个样子 我们说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历史 是人类的历史 那么人类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从人从源分化开来的时候 但是凭着文献 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研究 而幸好有了考古学 这就是我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第三个项目 请看大屏幕 周口殿遗址 1918年初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偶然得到了 来自北京周口殿基谷山的一带动物骨骼化石 从而引发了他对周口殿的好奇和探寻 1921年 安特生正式对周口殿遗址进行发掘 1926年 安特生的同事施丹斯基 从周口殿早期发掘出土的骨骼标本中 辨识出了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 震撼当时的学术迹 1929年 中国考古学家裴文忠从洞穴里爆出了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 1936年 贾兰坡又连续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 再次轰动世界 自1927年起 周口殿遗址先后发现不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或化石地点27处 出土大量古人类化石 古动物化石 文化遗物和用火遗迹等 其中周口殿北京人遗址 是目前世界上同时期材料最丰富 最全面 最细统和最具代表性的古人类遗址之一 好 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周口殿古人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双全老师 请张老师为我们讲述周口殿遗址 大家好 我是张双全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下面就由我简单讲述周口殿遗址 周口殿遗址呢 是由多个化石点和古人类遗址组成的这么一个遗址群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北京元人遗址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讲述的一个重点 他的发现很有意思 又和一个外国人的名字牵扯在了一起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1918年的时候 安特生从他的一个朋友的口中得知 在北京的周口殿镇 一个叫击谷山的地方 发现有一些哺乳动物的化石 当地的群众把这个化石叫鸡骨 因为它的形状比较小 有点类似我们家日常所吃的 这个家养的鸡的骨头 实际上它是一些涅齿类的化石 1921年安特生带到了周口殿 这次到周口殿呢 陪同他一块前来的 还有一位奥地利古书工学家 斯丹斯基 当他们在鸡骨山进行化石 发掘工作的时候 旁边围绕一群 看热闹的当地群众 乡民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在这儿找 没有什么意思 距这个地方不远的一个小山 叫龙骨山 那儿有更大更好的龙骨 当地人啊 把这个大型鸡嘴动物的化石 叫做龙骨 受烧石灰工人的指引 他们决定到鸡骨山北边 大概只有一公里左右的龙骨山 进行考察 他们非常幸运 就在一个树立的 这么一个土壮的岩壁中 发现了一些大型动物的化石 在这个土壮的堆积里面 还发现了几件锋利的石鹰的碎片 让安特生联想到了 欧洲其他早期遗址中所发现的 人类使用过的早期的工具 那么安特生就告诉 和他正在这儿做工作的 正在发掘的斯丹斯基 说我有一种预感 我们祖先的遗孩就躺在这里 不用着急 你的工作就是坚持下去 一直把它挖完为止 两年之后 1923年 斯丹斯基又一次 在周口殿进行了发掘 发掘完之后呢 又把大量的古生物化石 还有包裹着古生物化石的这些堆积物 搬运回到了瑞典的实验室内进行修理 在这个修理的过程中啊 发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类的牙齿 一切都变得明了了 这位人类起源于中亚 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证据 为这个一连串的 从原到人的这个链条中 增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此后呢 经这个布达生安特生协调 中央地质调查所 和这个北平协和医学院联合 对周口殿开始进行正式发掘 从1927年直到1929年 周口殿的发现 有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 还有几颗零散的早期人类的牙齿 再加上一个北京原人的下颌骨 已经非常重要了 在当时来说 人的形态区别 最重要的是在头骨上 可是29年之前 类似的发现并没有 直到1929年12月2日 由中国学者裴文忠 就发现了北京原人的第一头概股 北京原人的第一头概股的发现 让许多人相信 周口殿这个地区 应该是有早期人类存在的 在29年北京原人化石发现之后不久 彭文忠就在这个地层中发现了几个小石片 以后这样的发现 最主要的一个属性 所以北京原人的发现 建立了人类演化史中直立人这个阶段 那么另外一个中国学者加入到了周口殿的发掘的行列中 并且开始主持他的工作 这个就是贾兰坡先生 贾兰坡先生在1936年呢 在短短的15天之内 在北京原人洞的同一个层位 相距大概8米的地方 发现了三个北京原人的头概股 又一次让世界得到了一个科学上的一个重大的发现 截止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有一个统计数据 有6个北京原人的相对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概股 还有15个或者16个下颌股 加上一些面股的和头股的残片 大概有二三十块 还有157或者158个牙齿 这些骨头代表多少个个体呢 大概代表40多个北京原人的个体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北京人的头骨和现代人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别的 首先看到的最明显的一个差别 就是他的眼睛上面的两块骨头 我们叫眉脊 像一个脊梁样的 它是突出的 非常突出 而且这个左右两个眉脊在中间汇聚 另外呢 北京人的头骨总体上看比较低矮 而现代人呢 由于这个脑量的增加 慢慢的变得圆龙一些 北京人的前额啊 是朝后轻的 而现代人呢 慢慢的变得饱满起来 其中北京人头顶上 还有一条从前到后的一个凸起的骨质的脊 另外它的后部枕骨方面 也有一条左右向的骨质的凸起 我们把它叫枕骨圆枕 那么这么三条极 眉脊 湿状极 枕骨圆枕 把北京人的脑袋啊 好像是一个加强的结构 让它的骨骼啊 显得更加的强壮 也许在抵抗外界的击打方面 会有更好的作用 同时大家也关注北京人的脑量 现在的大圆里面 以大猩猩的脑量最大 那么一般就是400到500毫升 现在的非洲南圆 大概距禁三四百万年之前的骨儿类 它们的脑量一般也就三四百毫升 那么到了北京人这个阶段呀 它的脑量已经达到了 1100毫升左右 那么现代人是多少 现代人基本上1400到1500 北京人的脑量 基本上达到了 现代人的80%左右 也标志了它已经 从圆的阶段到达了人的阶段 同时呢 我们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在北京人刚才提到了 40个个体里面 其中有22个 能够统计它的年龄 68.2%都死在14岁之前 活到40到50的 56%左右 非常的少 除了它体质方面的特征之外 它还有半生的文化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制品 这些食品在早期 非常粗糙非常简单 但是在后期 还是有一些非常精美的食片 做的这个刮消器呀 已经比较精美了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人类文化 缓慢掩涕的一个脉络 北京原来和它 文化一部的发现 让直立人 这么一个演化阶段 在人类的历史上 无可辩驳地建立起来 所以说这是人类计划 史上一个 划时代的事件 周口店的讲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张老师 精彩的讲述 周口店呢 它更多的是一些石器 或者遗迹 一般的老百姓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这样的遗迹遗址 它的确是有些难度的 就是近世代考古 有一些它非常专门的领域 比如说它要了解 周口店 猿人 你就要了解当时的动物 当时的动物 很多现在没有了 对 对 对 即便有形态不一样了 那又是一个大学问 对吧 好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现场观众 有些什么 要跟两位老师交流的 老师您好 我们经常会在博物馆 看到新石器时代展厅 和旧石器时代展厅 我想知道新旧石器 它们俩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们有什么区别 考古学是通过过去的 物质文化遗留 研究历史的 那么考古学在 标识时代的时候 它也是根据 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创造出的这种物质文化遗留最大的特点 来标识时代的 最初的人们制造的石器 打制的石器 拿了一块石头 砸一砸 砸出个刃 砸出个边缘 它就去干事去了 这个是简单的石器 直到有一天 人开始磨石器了 这个制造出来的东西 就跟今天的工具差不太多了 像把刀啊 像把斧子啊 像把铲子啊 与此同时呢 人们还做出了另外两项发明 一个是制造 一个是农业 因此考古学家们 就把这有这三项发明 标志的这个时代 就从原来的石器时代里面 划分开了 前面叫做旧石器时代 以打制石器为特点 为时代的标志 磨制石器的时代 叫做新石器时代 有了农业跟现在的差不多了 你只要认识的 差不多就是新石器 你看着我是跟这个斧子 这个好 这个好 我是个磨盘 我是个什么东西 你认识它 你能说出它的功能来的 八成是新石器 新石器 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答 谢谢张老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好 请您稍事休息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张老师 您看咱们今天是 百年考古大发现的第一集 咱们讲了养韶村遗址 讲了西音村遗址 讲了周口殿遗址 那您觉得啊 还有哪一处遗址 可以被作为开端载入史册 刚才说到的三处遗址呢 其实足以代表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了 但是还有一些遗址的考古工作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 重要的领域 它是开端之作 这个也就是我想为大家推荐的下一个项目 请看大屏幕 《橙子牙遗址》 《橙子牙遗址》 1930年 考古学家李济开始对《橙子牙遗址》进行发掘 《橙子牙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龙山村 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造型多样的黑桃 因此它也一度被称为黑桃文化 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橙子牙遗址》的发掘 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 以供了重要资料 好 下面让我们请上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孙波老师 有请孙院长为我们讲述《橙子牙遗址》 有请孙老师 大家好 我是孙波 来自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橙子牙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 张秋区龙山街道龙山村 《橙子牙遗址》经过了三次考古发掘 特别是1930年代初的发掘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被称为考古学的圣地 《橙子牙遗址》的发掘 它具有比较深厚的历史背景 实际上李济先生对《橙子牙遗址》的发掘 他的论述最清楚的是 他在《橙子牙遗址》发掘之前 召开了那个记者招待会 就是说中国文化由于 《橙子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似乎为中国文化系来说 增添了更直接的证据 但是以《橙子牙遗址》 李济先生他们发掘了《殷虚》之后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必有不同 《橙子牙遗址》的来源 而且这个来源很可能就与 中国的东部地区有关 特别是山东地区 1930年由于中原大战的爆发 《橙子牙遗址》被迫中断 这时中原院实义所就想把工作 从《橙子牙遗址》挪到山东来 安排吴吉鼎先生在山东进行调查 因为《橙子牙遗址》是一个 明显的高速地面的一个河旁台地 当时的路是从河旁台地中间 劈开的一个大道沟通过的 他在经过这条路的时候 看到了路两侧断崖上 有灰土的这种堆积 根据他的经验 他就认为这可能就是一个古代遗址 就对《橙子牙遗址》进行了调查 一年调查了六次 最后一次他是陪着李济先生 对《橙子牙遗址》调查的 因为调查他发现了完全不同 以养潮文化的遗址 而且是新石器时代可以确定 1930年和1931年秋 分两季对《橙子牙遗址》 进行了发掘 他们有非常大的气魄 对整个遗址 进行了一个全体的规划 这两期发掘接近2000平方米 基本上覆盖了整个遗址 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史前期的城址 也第一次运用了田野地层学的原理 进行了科学发掘 发现了龙山文化 命名了龙山文化 同时1934年很快 就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 《橙子牙》 在树立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上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安特生先生研究养潮文化 认为他在西来说 他是出于一个学者的研究 但是呢 包括福斯年和李济先生 他们都认为 中国文化 特别在东部地区 必有一个和英雄文化 能连接起来的环节 龙山文化的发现 就解决了这个环节 这也是直接破除中国文化 西来说的最有利的证据之一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龙山文化的这些陶器 最典型的特征是黑陶 黑陶制作是非常高境尖 高难度的一个技术产品 不仅需要这个盛探 蜂窑各种技术 还发现它似乎在表面 可能还是挂了一层陶衣 或者就说像又一样的东西 这样更加增加它的光亮度 造型上还有另一个 和养残文化不一样的特点 养残文化它都是彩陶 各种彩绘的图案 有鸟 有花 但龙山文化是没有这些的 它是一种造型上的取胜 它的造型是非常优美 非常复杂的 这就是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桃 制桃水平的最高代表就是蛋壳桃 蛋壳桃背口就好像很薄 有0.2 0.3毫米 背身也是比较薄 最轻的一件不大到一两 它和蛋壳的厚度的对比 确实是薄如蛋壳 而且龙山文化相对养残文化 相对其他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它的产量非常大 这证明它背后有一个生产 有一个贸易的渠道 来支持它有这么大量的淘气 从这个侧面上来反映到 龙山文化的社会的发展 它的经济的发展的水平 已经达到了死前社会的顶峰 龙山文化还有一个特点 它代表了中国死前文化 发展了一个很特殊 非常重要的阶段 严先生把这个阶段称为龙山时代 龙山文化它产生了城市 这个阶段我们才看到 以城市为核心的这个区域社会 才发展到了一个完备的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才能看到 它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社会实体 这个社会实体里头 它平定是有一个正体 来管理的一个区域 各个正体之间还是互不同属的 现在目前来看 它们是可能有联合的 或者联盟的关系 但是各个体之间 都是相互独立的 很有意思的 一个发现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了 特别卢北地区的龙山城 城子崖 像丁弓 铜林 边向王 从西向东一线排开 实际上这几个城大体 对应的也是济南 资博为方这一线 现在来看 它是基本上奠定了 我们山东地区的 人文地理的格局 奠定了这些 山东开发的格局 这个极星一线 在龙山文化时期 就成为了整个 山东如北地区的 一个经济走廊 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同时 我们从城子崖上 也能看出很清楚的 这个聚落和社会的变迁 到了商代 早期偏晚阶段 这个时候 商人已经进来了 然后商人 占领了城子崖之后 把他废了 然后在他的更东部 就济南市区里头 新起了一个新的中心 就是大新庄 以城子崖为代表 整个山东地区 融入到了中央王朝 所代表的历史的洪流之中 好 谢谢大家 我对城子崖来讲解 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把城子崖遗址 列为了都督考古学的开端 赵老师您认为 这对我们而言 它意味着什么呢 从开端的角度 它在某个领域 它确实是开山之座 比如它是山东 我们东部第一项考古发掘 而且这个规模之大 还是这个气魄之大 当时孙伯先生 他把这个三十年代的 发掘的现场揭露开来 我们到点都是感到很震撼 此外呢 我可能更看重的是 他在这个遗址上 他尝试了好多新的 考古学的技术方法 那么在这之前 这班人马在安阳殷墟做考古 那么他搬到这儿来了 城子崖这个遗址上面 认出了夯土 认出了这个夯土 殷墟才找出大型建筑来啊 他在这个技术方法上 他也是第一 另外呢 养少文化 彩陶文化发现了以后 虽然安太生指出 他和以后的中国文化有联系 但是他又说 养少文化是新来的 从西边传来的 那中国有没有本土文化呀 这样中国学者们的心里边 就长期有个心结 城子崖的发觉解决了 当时确实是找到了 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根 让大家的这个心结放下了 而且城子崖的面貌 它很多器物 就和以后的音声 它都有些联系了 这就是中国文化 一脉相承下去了 这个对鼓舞中国人呀 鼓舞国人呀 是很大的作用 好 我们非常感谢孙院长 为我们做的精彩的介绍 谢谢 我们说诞生于山东的 齐鲁文化孔梦之道 是几千年来 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但是在孔梦之前的2000年 一个城子崖遗址呢 也为我们中华文明的探员 提供了证据 好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精彩的讲述解答和点评 也感谢李欣伟老师 和张双全老师的精彩讲解 同时要感谢来到现场的 各位热爱考古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用四个考古遗址 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开端 令人感慨万千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旧中国 一群知识分子 要重建一个民族的历史 找回我们的自信 他们选择了考古学 其坐时也简 其江碧也必聚 一百年前 在李济先生的案头 在裴文忠先生的心里 在梁思勇先生等一批考古人的脚下 一个波澜壮阔的考古世界 正缓缓打开 内有满天星斗 万古江河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炒古公开客 下期再见